你又不是还跟没事人一样 要走了呀 不还有十分钟吗 你急什么 走走走走 走吧 i said c'mon baby don 开玩啊 i said c'mon baby baby don' Cat Ball TrxU erina ени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收拳那个 这个 带猫头鹰那个吧 这个吗 先把里面 先把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 放到其他包里的水 也太糙了吧 我就是用的糙 然后 不分了 然后 我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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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他们有那种类似你越在意的场合 你越要表现出你不怎么care的那种状态 那其实如果你真的生活在中国 特别是类似于北商广这样的城市 如果恰好你又有一份全职的工作之外 你可能又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比如说你同时又是一个宝妈 或者是像我一样又有一份类似于up这样的事情要做 然后时间总是觉得不够 又或者你有一个比较繁忙的一个social的圈子 你要不停的出门去见别人 要适应那样一份高节奏的生活 如果同时又想表现出不那么疲惫的状态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需要很多智慧在里面的 你要做的并不是两个小时打造一个刚起床的look 你要做的可能是十分钟打造出那种 I'm so ready的状态 我真心觉得魔度是一个会让你 就是你生活在其中的时候 你会发现周围的女生们都好精致 大部分人都有那样一个fashion的意识 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女生们 更别提很多早还有阿姨妈妈 她们真的老时髦的 别看我现在镜头上人模狗样的 实际上生活中我还挺懒的啦 所以这期的主题其实和那种 Everless Chic的精神是恰好相反的 一点呢我觉得对于在任何一个城市 就是如果有这种周围人都很精致的 pressure的人是非常有帮助的 OK所以今天整理出了我个人平时快速出门的 十个假装精致的tips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那就继续往下看啰 第一条tips呢就是multitask 就是我会在shy啊或者戴美童的时候去思考我今天要穿什么 就是利用那短短的两三分钟的时间去决定我今天要穿哪一套衣服出门 第二点呢是我在工作中锻炼出来的 第二点呢是我在工作中锻炼出来的 我现在会提前把衣服准备好都放在我的衣橱里 以前我是醒来以后再去搭配衣服啦等等等等等等 就会搞的比较慌乱有的时候还会可能容易造成小迟到啊什么的 或者是穿的很尴尬去上班这个也是发生过的 在前两年的时候如果起床晚了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嘛真的很难起床有没有 然后就有好几次穿着我在家里的那种家居裤 其实就是那种运动裤啦然后就去上班了 我误以为我同事们并不会发现这件事情但是他们都发现了 他们说那怎么把睡裤穿到办公室来了 说这是运动裤啊这不是睡裤 然后他们说嗯我的儿子有一条一模一样的 摆得为他们儿子大概才十岁这个样子就 所以呢我现在学乖了我学会了做更多的prework 就是我现在会把衣服成套搭配好 然后不止上衣和裤子这样成套搭配 我都会把它适合配套去穿的内衣也一起放在上面 因为每一次我觉得最花时间的就是如果你突然想穿一丝制的衬衫出门 因为丝制的衬衫它会平贴在身上 如果你的内衣上面如果是那种有浮雕啦凸起啊 什么蕾丝的花纹什么这种都是会印出来的 这种就不太合适了有时候我就会把它全套都搭配好 然后一起放在衣橱里面 走沙哑的时候想啊我要穿哪一套的时候 我只要想我今天要什么look 我不用再费心去找衣服裤子 袜子内衣内裤blablabla 我现在呢会很喜欢提前准备好 比如说一周的capsule wardrobe 就是胶囊一处 尝试了几个月下来之后发现它真的很节省时间 节省我早上的时间 节省我总体的一个时间 而且让我的生活变得非常的津津有条 不忙不乱这个样子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文匹永远可以极大的提升你的精致感 因为你会有一个非常整体性的穿搭 像我现在身上这条裙子 除了工作场合我觉得都非常适合穿 因为工作场合的话 我会觉得它的陆服面积有点太大 因为它虽然是长款 但它上半身其实陆幅度还是很高的 我觉得在大家工作场合还是 有一些人是非常在意的 就是它不一定 而且特别是你的上司什么就是 如果年纪可能越往上 它们会越在意这些事情 它们不一定会告诉你 但是它们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就反正大家能住尽量住 不要骗你 身上这条连衣裙呢 我会把它分类在我平时出去见朋友 或者说出去约会的这样一个occasion的就是怎么说呢 project wardrobe里面 就是如果你的衣橱的空间比较充足 或者说你有一个以上两三个这样的衣柜 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把衣服的类型 安葬 着装场合去分 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衣橱里面就是放的全部都是one piece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环境大家穿的都非常的随意 所以我如果穿的one piece什么就会显得有一点过于正式了 但如果你有正式的比如说参展啊 涉及到一些商务方面的沟通啊 或者说见我的 见我生活中的朋友 我生活中的朋友他们还都是很有fashion sense的好吗 还有如果你在恋爱关系比较前期的时候 或者说你需要dating的时候 blah blah之类的 可以专门有一个约会仪橱啊之类的 you know 但约会仪橱对我来说 你记住了 谢谢 包包的造型 如果你想要提升精致度的话 要么包的造型就比较独特 要么就是那种可以 穿得住场面的包 就是你去到任何场合 那个包都不会让你怯场的那种类型 比如那些桂甲包啦 或者说就是那种非常classy 可以显示出你的 个人品味和个人风格的那种类型的包也是ok的 我比较推荐这种造型 比较能够让人一眼就看到它那种包 不管我穿成什么样子 我只要拎这个包出去 我一定会被人拦下来问 哇你这个包包好可爱 你这个包包好可爱 因为我觉得它现实生活中比放在镜头上更可爱 小心思又没有大牌logo的包 其实大部分场合都是适合的 有的场合你如果拎一个很贵的包出去反而会有点尴尬 人家会觉得哎呦你过来干嘛的对吧 死吧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挑选唇膏和配饰这件事情上面 因为你只有十分钟 我就是会抓一把唇膏放到我的化妆包里 可能起码抓三只不同的颜色 然后再抓一把配饰 配饰我会稍微挑一挑 就是我没有时间把它带上去 我就是把它抓到我的化妆包里面 抓个两三副这样子 然后我会等路上或者出门在电梯里面 或者在等电梯的时候去带我的设施 像我有时候整个脸上的妆都是可以放到车上去完成的 只要我的包容量足够大 我一般一个气垫粉底 然后一只口红一只眉笔 就可以搞定我脸上的全妆了 其实整体的精致感不是说你要画一个非常牛的妆可以达到的 很重要的就是你脸上是气色是好的 然后大家平时就是可以在你固定那个扎出去放包里的化妆袋里面 可以装两三个配饰 然后装三只唇膏 那个是最方便的 然后说到配饰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提一下 这个视频就是我的专门用来提升精致度的那种视频 这一类的视频就是要小但是略微有个亮点 但又不会跟你任何的搭配起冲突的这样的视频 我发现只要你手上或者脖子上有something在那里 非常简单而且快速可以提升你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一个精致度的一个小tips 其实我每一次去买视频 每一次专柜小姐姐都会说你要洗澡的时候拿下来啊 睡觉的时候拿下来啊blablabla 这种我都不care 我觉得大家要在乎的就是你买一个视频你是为了什么 有的有的时候就是情感上的一个寄托嘛很多视频 有的时候就只是搭配衣服的 我对她的要求非常简单是我带她而不是她带我我洗澡什么我都不想把她拿下来 我日常也不愿意去护理她 然后这条项链我每次带她录视频都会有人问我 这个项链是tiffany的一个小钻石是我两年前得到的一个小礼物 这条小小的tiffany的钻石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那种不用操心的视频的分类 接下去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干发喷雾这一类 任何干发喷雾都可以 我觉得之前我用过多分啊什么的都还挺好用的 喷一下这个大概也就十秒钟的时间吧 然后现在的干发喷雾就是越做越透明了 你喷上去不会有任何白色的粉末在上面 对于整体look的影响是非常大 而且像日韩女生或者是欧美女生 她们对于头发上花的时间是非常多的 很多就是出门前一定要卷个头发什么什么什么的 在国内大家还是很崇尚那种黑长纸很自然的发型嘛 就是我在头发上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只要保证它是干净清爽的有的时候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占便宜的地方 日常的话我一般是不会愿意去为了谁去卷个头发 嗯很少 然后接下去一个tips呢是专门为了夏天出的一个快速出门的必备品 就是防蚊喷雾特别照蚊子咬 如果没有喷防蚊喷雾的话我一整天都不会舒服 特别是在一个我觉得可能会有蚊子的地方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就是出门进出门的地方 就是玄关的位置然后放上一瓶防蚊喷雾 桶里香水 香水我觉得大家可以把所有的香水 如果你没有很多香水的话 那我会把它放在靠近门口的地方来提醒我 嗯要经常去喷一下香水哦 如果你身上有一款香水的味道 大家会知道嗯这个人 嗯这个人应该平时挺注重他的生活平质啊 或者挺在意他给别人留下的印象啊 挺注重他的衣表啊这种感觉 然后呢就是帽子和墨镜 如果你没有时间费心去搭配一身的look的话 抓一个百搭的帽子 然后抓一副百搭的墨镜 就算穿着再邋遢 你只要有个帽子和墨镜 就是会让你觉得哎你这个人是有想过的哦 你是搭配过的哦 你是你是有型的那种内心 看我戴上墨镜后是不是很摇滚 长得帅的人戴不戴帽子都很帅 当然唇膏也是必须的对于我来说 然后最后一条就是睫毛和指甲 我觉得中睫毛真的会上衣 这你如果不中就算了 如果你一旦中了之后 等你没有这种中的睫毛之后 多少会觉得眼睛有点光秃秃的感觉 我这次这个中了夸张一点的 稍微长一点的长 再选择那种非常柔软的睫毛 就选择它最短的八九十 你撞在眼睛上是超级自然的 然后指甲呢真的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 我绝对不能接受指甲掉掉一块的这种情况的 要么就是完全不涂是OK的 要么就是涂的话就一定要是完整的一个状态 它用睫毛跟指甲一般都可以维持三个礼拜嘛 两三个礼拜就不用去操心它了 因为日常女生你每天要想着洗头 你还要想着涂指甲 还要想着每天早上画睫毛什么什么 真的太累了 我真心觉得活着真的太累了 所以日常如果把睫毛跟指甲都解决的话 就是给你节省不少的时间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传播内容 那希望你还喜欢这期视频 如果你有任何的小tips之类的 都可以在留言评论区弹幕里面告诉我咯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月转与你爱你摸咯 拜拜 没事 没结束 这个给睫毛稍微不少 你也会捕发 你自己也捕发 孝陈和你妈一模一样 真的 我觉得你俩的鼻子一模一样 孝陈和咒纹 不是咒纹 就是那个 褶子